你知不知道孕妇嫩身十个月不能不补的十大造雪食物 缺一样都会对孕妈妈及胎宝宝造成影响 遗憾一辈子 先双击收藏好 转发给家人 一 坚果 坚果中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含有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单不饱和脂肪酸等 是孕期很好的嘴馋小零食 二 牛肉 牛肉属优质蛋白食物 叶酸 维生素比较丰富 钙和铁也比较高 特别适合孕妈妈吃 三 鸡胸肉 鸡胸肉蛋白它的含量非常之高 易于被人体吸收 含有大量的磷子类 适合孕妈妈多吃不长肉肉 四 大虾 大虾富含氨基酸 美元素 矿物质 对孕妈妈心脏有调节作用 五 鸭肉 鸭肉属高蛋白质含有丰富的磷 钙 铭 铁元素 多吃不生热 六 鸡蛋 鸡蛋营养价值高 卵磷子丰富 孕妈妈每天一个吃得最好 且不长肉肉 七 鱼肉 除丰富的蛋白之外 还含有DHA 很适合孕妈妈吃 八 猪肉 猪肉所含的微量元素 对孕妈妈身体非常好 热量低 不用担心 红红的子质高 九 豆腐 豆腐属于植物蛋白 含维森素 叶酸 钙 和不饱和脂肪酸等 孕妈妈吃 好吸收 好消化 十 牛奶 含烙蛋白 还含有乳氢蛋白 和乳球蛋白 属于优质蛋白 同时 钙含量也十分的丰富 对孕妈妈 及胎儿生长发育 十分友好 刘老师建议 孕妈妈每天一杯就行了 谢谢大家